他昨天辦的純粹就真的是 一場市政說明位 他把自己當成賈伯斯 然後還走下台來 然後看大家有沒有認真在聽 拿來問說 你有沒有 有的舉手 左邊右邊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他就在上面一直宣導 他多厲害多強 做了多少有的沒有的事情 按照張之豪議員的說法說 那市長本來就要做了 就是他報告了一堆 本來就該做的事情 下面當然做的可能是都一些代表 林里長什麼的 下面的反應其實看起來都是不錯的 大家也都是蠻認同 謝國良 都在同溫層裡面嗎 是不是同溫層我不知道 但就是說現場沒人給他拍看 沒有人提出任何好奇想問的事情 沒有 然後大家好像也都蠻認同 他那個投影片做的其實還不錯 只是字小了一點 他有123456那幾個字比較大 旁邊那個字比較小 不好意思老師都會挑學生 投影片做的不好 但是他昨天確實講了 他的市政的這一個部分 那他似乎也沒有接受發問 那因為張之豪後來就先走了 然後他走到門口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箱點心 很多箱 他就有給人家打開來看 然後工作人員就問說 你要拿一箱 就說不用不用 就後來拿回來了 當然他的有好朋友 住附近的好朋友拿到 就拿去服務處給人家 吃這個這樣 這樣整桌的就對了 剛剛看那個影片裡 就是一個塑膠袋 裡面一包裡面就是放這樣 這就叉咪 這應該是公圓湯還是油圓湯 貢丸很多 這個滷味就傳說中的滷味 我跟你講 因為本人非常愛吃貢丸 常常點貢丸湯 大概就兩顆三顆 我都覺得這一家好佛心 我們樓下二樓的餐廳 就是三顆 這六顆 六顆我都不知道怎麼賣 這應該估計價應該大概一百塊 到一百有 這個如果六顆不只 我們知道 基隆的物價 理論上這應該是一百塊的一個身份 至少六顆貢丸 還是只有這一份 如果六顆貢丸 一百塊 宣傳廣告不實 這個物價那麼便宜嗎 這個錢是誰付的 錢是誰付的 當然後來講說是安樂區公所付 那安樂區的區長或區公所 他們是有這種錢可以付的 沒有錯 可能會編在那個預算裡頭 有一個什麼 什麼宣導費 或者是比零工作的費用 反正那個都是統治 就有一年給你多少錢 你可以去應用 所以這一條上面 這個 謝國良並沒有違法亂計 這一條是OK的 他昨天也講了他的市政 也符合這個宣打的內容 所以謝國良不用擔心 你付這筆錢 現在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不要等一下我們講完 你會緊張 然後你又說 這個是我自己付的 這個是我自己付的 那上次那砍棒 不就說他自己付的 對啊 後來又說不是 是拿那個市政資源 就這一條 就這一條 一開始我們就說 基隆市政務廣告 然後我們就說 那就市政務付 所以就問他是哪一個局處 哪一個局處付的吧 結果說那個議長 基隆議長就問說 來來來 哪一個局處長 來來來 這哪一個局處付 沒有人要舉手 然後呢 林佩祥那個立委 他說不是啦 謝國良自己付的啦 謝國良自己付的 然後呢 昨天基隆市政府就說 沒有啦 基隆市政府付的啦 可以這樣就對了 基隆市政府付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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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政府付的 到底是誰付的 不是 你如果是市長式的 或者是市長式的 秘書處的 秘書處都有這種宣導費 這個也沒有問題 那這一個 理論上這砍棒 因為他解釋東岸廣場 應該是交通處 因為這個是他們的 出餐案嘛 應該是交通處 那交通處的處長 有沒有特資費可以付這個 有 交通處的預算裡頭 有沒有什麼宣導費 都有 這些案子都有 只是拿這案子 來宣導一個出餐案 出餐案是跟廠商拿錢的 出餐案跟這個委託案不一樣 我拿錢給你 請你廠商幫我做 這是一種 這種處長案是 廠商去做 要付錢給市政府 既然廠商付錢給市政府 如果是來解釋處長案 這筆錢應該是廠商出啊 不會是交通處 拿他自己的 業務宣導的費用 去幫廠商宣傳這個處長案 所以這一塊我今天講完 謝國良想清楚再回答 這一條是交通處的錢 市政府哪裡的錢 還是謝國良自己付的錢 反正都掛上去了 廠商現在不知道跟誰請款 你們要趕快出來承認說 發票開哪一個的統編 不然到最後這筆帳 沒有人要付 很麻煩的 這個補充一下 這個抓到了 基隆市政府廣告 對啊 所以基隆市政府要付錢嗎 沒有 那是林佩翔說 林佩翔說 林佩翔講話又不代表謝國良 他們兩個感情不好 昨天晚上市政說明會 他們兩個說 我們是一體的 真的嗎 已經結為一體了 像民進黨這樣 都你講你的 你做你的 我們兩個是一體 只好上次不是也有一個 一個類似這種韓辦 然後一開始也是寫 基隆市政府廣告 好像要跟你們議會爭取預算 鼓鼓鼓鼓 後來查完之後 謝國良說那是花他自己的錢 我記得那個案子也是這樣 所以你基隆市很奇怪的是 砍砍先掛 錢先開 什麼去買大人跟他講 這也是蠻奇怪的一個決策邏輯的 今天的我們中午午休前 我們議會進行到那裡 議長最後有做一個財事 就是說拜託市政府 你把這個 看這個廣告的交出來 那這個 用書面給我沒關係 因為市長他們就是很顯然 現在不想回答 到底是誰 哪個局處 所以議長就才說 那不然你就用文字 書面明天交給我們議會 讓我們知道 到底是誰出的錢 那就給他們一些時間去 確定到底是誰人要買單 你說的是這一張嗎 對這一張 到目前還不知道 是哪個局處買的單 是確定只是還沒有要給我們 他們當然 總之就是說還沒有 他知道 但是還沒有給你們 那你知道嗎 禮拜一聊完禮拜二 禮拜二又聊完 因為不知道答案 明天公布答案之後 又禮拜三 我跟你講這個 我提醒 新基隆市政府要小心 這一條如果是謝國兩副的 事情就OK了 對是 這一條如果是任何局處付的 要做這一塊之前要先估價 一定有一個估價單 一定有一個千層 而且這個簽證上面一定不知道 包括科長或處長 可能到科長就覺醒了 說可以 然後去發包 假設這個發包是九萬塊 也不用採購 然後就發出去 但是一定有一個簽 簽在這一個布條掛之前 簽在這個布條掛之前 現在如果整個下午都在簽這一條 有簽的都有事 所以不要亂言 謝國兩你就說 這條我出的 沒有啦 叫公務人員不關 這個事情就算了 那廠商物質 基隆市政府廣告 那個是物質的 因為他以為是市政府要做的 其實是我做的 這樣就沒事了 你如果客宅是 某一個局處做的廣告 採購程序不完整 那些人都會有事 提醒基隆市政府 謝國兩 你不要害到你下面的公務員 他最終的 拿來… iful是… 這位公務員 在這位公務員 可以嗎 我們放在這位公務員 我們在這位公務員